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6日 金港台时间8月17日 欢迎收看请盟观察 那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就是 柬埔寨和缅甸的活摘器官的惊人内幕被披露出来 上千人是遭遇了不幸 那么其中之一的中国籍的嫌犯是在泰国落网了 中国政府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那我也想分享呢 我获得的两个独家的消息 其中一个是说在中国到墨西哥之间 还有一条活摘器官的通路 大量的中国残疾人成为了受害者 他们的器官被卖给了美国欧洲等的富豪 那么近日呢我们看到海外的媒体接连爆出说 有华人包括是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 说是要赚取高薪 结果呢沦为了猪仔 惨遭摘取器官 那么最新的报道说 柬埔寨呢还不是最可怕的 隔壁国家缅甸的KK园区 更被称为猪仔炼狱 国际救援组织GASO的成员Sami表示说 KK园区是全东南亚人口转卖的最终站 猪仔呢大约上千人 规模不是最大 但是最残暴 若是卖到了KK园区 代表已经没有转卖价值 不必再留活口 若没用就马上送去活摘器官 利用园区庞大的器官贩卖管道 卖到国外 他不怕你死 在缅甸的残暴程度更高 而且呢当地是缅甸叛军的 这个管辖地 缅甸政府还管不了 三米表示说 目前救援组织呢 还能在柬埔寨救人 一旦被送到缅甸 那么救援组织也无能为力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付赎金 大约是两万到四万美金 这核心台币呢 大约是六十万到一百二十万 但是呢 麻烦的是呢 就是KK园区他正在缺钱进行搬迁 很可能是付完赎金之后 又把人这个器官摘了卖掉 人才两失 那对此呢 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 还有国际救援组织 JSO 以及台湾的警方都提醒说 如果呢你有亲朋好友 听说要到柬埔寨等区工作 待遇还不错 可能就要提高警惕了 因为很可能是一去不复返的 那尤其呢 是到中南半岛五国 包括泰国缅甸老挝 也叫辽国 还有越南柬埔寨 以及呢 迪拜 台湾把它叫杜拜 那要特别的小心 稍早呢 我们看到是马来西亚的媒体 中国报 他也报道说 这个缅甸KK园区 也被称为是猪仔的炼狱 被骗到这个地方的外国打工者呢 俗称猪仔 那么其中呢 以中国籍的占多数 还有部分是马来西亚和台湾籍 没有利用价值的猪仔 就会全程打上麻醉药 带到船上 等抵达公海之后 那么上手术台摘取器官 迈到迪拜等地方 那么尸体被直接抛入公海 8月13日 泰国的曼谷邮报 他报道说 现年40岁的奢治江 那么因为涉嫌非法线上赌场 在8月10日 在泰国被逮捕 奢治江呢 被指示中共在东南亚的一个侨领 曾经在一带一路的泰缅边境上 兴建了一个巨型的赌城 他这次被抓呢 被推测说是这个习近平清洗中共前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 在东南亚布局的黑势力有关系 然而呢 这是公开的说法 那么 据全球反欺诈组织 这个JSL 他呢 在周日的时候 Facebook上说 舌治江呢 他可不是经营赌场那么简单 他还是KK园区的物主之一 那么周一的时候 就是泰国警方也告诉路透社说呢 将很快的把这个舌治江引渡到中国 警方的副发言人 他说这个舌治江是一名持有柬埔寨护照的中国公民 那么8月10日呢 根据国际逮捕令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 他把他被抓了 大陆的媒体财新网报道说 40岁的舌治江 他拥有这个舌凯伦 唐凯伦 然后是叫 等等这些名字 还曾经呢 当选说中国桥连商会的常务副会长 早年间 他是在菲律宾开设这种私采平台 然后呢 涉案带逃 2017年 号称投资150亿美元 在泰缅边界上建设亚太智慧产业新城 里面呢 设个多家这种网络赌博公司 他号称要依托中泰缅经济走廊 那么力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性旗舰项目 财新网说 他这个舌治江是一个农村娃出身 出生于湖南邵阳市的邵东县农村 1996年移居到桂林后辍学 此后呢 他尝试过开农用机 修机动车 推销洗发水 做保安 开按摩店 做直销 等二十多种职业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 这个舌治江呢 接触到了互联网 租下了一间小屋子 进行开发店的游戏 然后呢 他又听这个网友呢 这个说 某福建老板去了东南亚 做游戏开发 赚了大钱 于是呢他揣着四万人民币 赶赴到了玛尼拉 那财新网呢 也引述一份这个判决书 称说舌治江呢 曾经在菲律宾开设四台平台 涉案在逃 2014年就是山东烟台开发区的法院 他审结了一起非法经营案 检方指控说呢 舌治江 阔湖再逃 未经国家批准 在菲律宾开设新亚 万达 地院 唐慧等四台平台 面向中国非法销售彩票 并雇用八名被告嫌犯 为其提供帮助 但是我们看到 在中国大陆的报道当中 对舌治江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比较低调的 而且只提了他这个赌博 这方面的犯罪嫌疑 但是没有提到 他现在最受关注的 KK园区和活摘器官的罪恶 那么而且呢 他虽然说在之前 他就已经被调查了 但是呢 中国媒体华商在线 在2018年的时候 还发了一篇长篇文章 对舌治江呢 进行了一个正面报道 讲述了他的发家史 还有呢 说他热衷慈善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里边其实蛮奇怪的 为什么他这个逃亡 十几年没事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就以这种涉赌被抓 那么还要引毒回中国呢 那么按照马来西亚的媒体 中国报的报道呢 他们说这个8月3号的时候 就KK园区的这个头头脑脑们 就是接到了来 这样的一个线报 说柬埔寨 越南缅甸辽国 还有中国呢 这个等六个国家 成了一个跨国专案小组 将前往KK园区 扫除诈骗及人蛇集团 那么营救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猪仔这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呢 这个KK园区的头脑 他就下令呢 要转移阵地 然后呢 同时要加紧的处理 剩下的这些猪仔 那我们看到伴随着东南亚 包括这个缅甸 KK园区活摘罪恶曝光 台湾的法医高大成呢 他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披露了更多 关于器官买卖的黑幕 高大成透露说 人体的主要器官包括心脏 肝脏肺脏 还有这个胰脏等 每一个器官呢 起跳的价码 都是至少10万美元 那么全身的器官 加起来是价值高达80万美元 然后他说这个 人体器官相当值钱 他还回忆说呢 曾经有一个台湾的患者 因为还不起赌债 然后就跟这个 他说呢 说准备到中国大陆 去卖出一个肾脏 而且呢 这个价格是台币 200万 然后患者就这个 收下了买方支付的100万元 然后就这个 奔赴到了中国大陆 但是呢 此后就音讯全无 高大成后来才得知说 这个患者呢 早已经命丧皇权 因为呢 就是摘除器官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全身麻醉 那么买方在手术过程中 就连带摘取了 他所有的器官 然后卖掉了 高大成说 结果 他一去不回 因为把他全部的器官都摘掉了 麻对下去之后 怎么可能 只摘你一个身当 高大成还透露说 柬埔寨等国家呢 曾经呢 向先进国家学习 器官移植技术后呢 赚钱牟利 甚至呢 也有台湾医生去做手术 美台手术呢 入账 新台币是100万元 也就大约折合人民币呢 是20万 然后美金呢 是3万美元 那这个呢 是我们所了解的 就是关于东南亚国家 特别是缅甸的KK园区 还有他的老板 奢治江的这些情况 但是呢 这个背后 其实是有很多的谜团 到今天还没有揭开的 比如说 这些年 他们到底骗了多少猪仔 到东南亚 那么又有多少人 是被活摘器官了呢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中国政府 中国的一些警察 还有呢 是柬埔寨当地的政府 又是 东南亚当地的政府 对吧 又是怎样参与其中的 那么 我们也知道说 这些这种器官 全球买卖 它实际上需要建立 这种器官的 这个移植配型等等 那么 多少的这些机构 就参与到其中呢 这些器官又被卖到了 哪个国家 又被谁买走了 等等 那么 这些谜团呢 可能会随着 这个奢治江 被引渡到中国大陆 会被深深的埋藏 因为众所周知呢 中共才是活摘器官 这个黑幕背后 最大的这只黑手 从2006年 就是一名 中国的逃亡医生 还有他的家属呢 在美国披露说 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院的器官开始 一直到今天 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就不断地被曝光 欧洲议会 澳大利亚 意大利 美国 爱尔兰 加拿大 中华民国 也就是台湾 等国的这种议会 都先后通过了决议案 谴得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员 等这些良心犯的器官 当然还包括呢 像维吾尔 还有这个一些基督徒 地下教会 等等这些人 那么 欧盟呢 也通过了这个 欧洲理事会 反对人体器官 贩运公约 以色列 西班牙 台湾 则先后立法 禁止到中国大陆 做器官 离职的这种旅游 所以呢 为了防止这个呢 最大的人权罪恶曝光 那么中共呢 毫无疑问 它就会呢 继续对这个 东南亚 这一次的真相 就先掩藏 当然了 邪恶呢 怕什么呢 我们这个节目 它肯定会去曝光什么 所以呢 我今天也想来谈一谈 就是知情人给我透露的 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 两个独家的内容 那么由于考虑到 我们得对 爆料人进行保护 所以呢 我们今天 只能披露一部分内容 那么 更详细的 可能会再找机会 进行披露 第一个 这个独家消息呢 是知情人跟我透露说 中国的一个机构 它以中介的名义 像这个社会上 招募残疾人 说是要建设 给他们工作 在这个墨西哥 而且呢 薪水还挺高 包括什么 学习写计算机的代码呀 到工厂去做工啊 等等的 然后呢 在墨西哥 就被活摘器官 然后销售给这个 美国 加拿大 还有可能欧洲 来的这些富豪们 那么为什么 这样的一些机构 他们盯上了 中国的谈籍人呢 因为谈籍人在中国 是受到歧视的 很难呢 找到工作 甚至呢 连他们的家人 都不怎么关心他们 把他们呢 视为负担 所以呢 当听说 有这样的高薪工作 那么很多人 就会高高兴兴的 出国去 知情人呢 跟我透露说 他这种工作呢 是要付这种 高额中介费的 大概两万多美元 用来呢 支付你到达 这个墨西哥的机票 住宿费 还有呢 所谓的培训费等等 然后呢 也就在这个 等待 这个器官配行 和手术时间呢 在到了这个时间之后 那么其他人呢 也会看着说 这个人高高兴兴的离开了 然后可能也坐了飞机呢 去了别的地方 但实际上 他们是被送到了 这个地下手术室里边 然后被摘取器官 之后呢 被人的 也被毁尸灭机 知情人还向我呢 详细的介绍了 这家中国大陆公司的名称 老板的名称 还有呢 详细的背景 还说呢 这个老板 在这个大的这个城市里边呢 他是当地的政府 那边是有官方的职务的 我呢 也是在 这个 一一的进行了核实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我现在还不能披露 这家公司 还有老板的详细的情况 但是呢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呢 这个人有很深的政府背景 那他的这个业务呢 也得到了中共当局的保护 甚至在中国大使馆 那么都有器官买卖的 这个联系人 第二个独家消息呢 是中共呢 已经把这个海南岛 打造成了一个中共一带一路 活摘器官的集散地 这个呢 是另一个知情人 都被我呢 给我透露的消息 他说 中共这样做呢 有三个目的 第一 就是把中国 其他省份的器官 在海南呢 一直卖钱赚取呢 巨额外汇 当然 就主要的就是来自于被关押的这些良心犯 包括呢 可能是一些什么乞丐呀 或者其他的这些人 第二呢 就是对一带一路 国家呢 它是移出 这个输出 以器官移植的技术 同时呢 也输出这种活人 或者呢 是器官 第三 就通过器官这种特殊的资源 就收买各国政界和商界的精英 就实现了中共控制一带一路等等国家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我呢 也是核实了一下 这个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呢 也今天披露一下 这个网上公开建设的一些地方 那可以看出来呢 海南岛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比如说2018年8月4号的时候 中共核心党媒新华网 它就转载了海口日报的报道说 海南这个首个独立器官移植科 在海医二院成立 器官移植岛内即可完成 该医院的主要的合作单位是谁呢 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而这家医院的院长和这个 著名的肝移植专家 郑树森呢 他也是臭名昭著的 中共器官移植罪恶的 这么一个主要负责人之一 他涉嫌呢 是从中共的610等这种组织 或许呢 大量的被关押者呢 进行活摘 还有器官移植 2007年的时候 郑树森还担任了 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的 这个副会长 副理事长 那么参加了各种所谓的 反邪教的这些活动 因为呢器官的来源说不清楚 2017年 肝脏移植权威期刊 肝脏国际 那么决定了撤回郑树森的这个论文 并且呢禁止他终身提交论文 而且呢 我们还发现说 中共全力的扶植海一二院 他也不是想多建这么一个 移植中心这么简单 而是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全球发展计划 主要呢 是服务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 比如说2018年4月25号 那么这是海南省器官捐献和移植研讨会召开 中共活摘器官的掌门人 黄杰夫就发言说 希望海南的发展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器官捐献推广工作 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等做出贡献 2021年的5月份 海南省的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 那么2021年的年会上 海南省第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院长 王毅教授就再次强调说 要助推器官移植中国模式的建设 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器官移植医生培训基地 优化移植科学发展环境 汇集各类优质资源 努力打造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 也就是说呢 中共试图呢 也利用一带一路这么多好的独裁国家 以及呢 很多的人 幻想着呢 是通过这种钱的方式的话 保命这样的一个 这些需求 然后呢 是赚取巨额的外汇 同时呢 是输出他这种 非常邪恶的人权罪恶 那好了 今天呢 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在这个东南亚国家这种器官活摘的一些这种最新的报道 包括的话呢 一个被抓的中国籍的这个老板 叫 沙至江这样的一些个人的情况 我们呢 也透露了就是 知情人给我讲的这种中国器官移植的两个更深的这种黑幕 所以呢 我们呢 也提醒了 如果你有亲朋好友说呢 是要到什么其他国家去赚取什么高额的薪酬 所以呢 小心了 那好了 非常感谢了大家今天的收看 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有什么样的信息呢 也可以通过邮件跟我呢 进行这个联系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